主席各位同仁 这部会 我们曾主委及各位长官请主委 黄委员你早 主委几个问题请问 第一个问题 熔电 这个熔电乘坐 国防部的工程 新大楼的工程 怎么会让人家感觉 纠纷这么多 纠纷这么多 一会儿是工程款基欠 下游的小包商 领不到工程款 来跟你抗议 一会儿是这个要要求退伏会增资 那我请问一下 熔电现在是民营还是公营 民营的 好了 民营你又管不到他 我管不了 那还要增资 你可不可以不要增资 还是你就一定要 让他吃定了你 他说退伏会 无条件同意 要增资呢 包括中华电信 包括其他的 我们增资的只有不到一千万 九百多万 还电中华电信 都有 对啊 另外还有外面 你管不到他 你管不到他 管不到 他们董事会 董事会里面 对啊 董事会开会 你可以参与 我们有人参与 如果是这样资本战斗 我叫他资本 以退伏会来说 公股 但占融电的资本结构 增资以后还是 38 退伏会占38 你加上台电 什么数字 什么数字 其他的比例啊 台电是占 这个我们要回去 百分之多啊 百分之十四 台电多少 还有一个中华邮政 还有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 中华邮政百分之六 百分之十二 你看 台电百分之十二 中华邮政百分之六 就是百分之十八了 你们38 加起来就过半了 结果政府让他这样搞 玩假的你知道 那叫我们政府当凯子呢 我想请问融电的总经理谁派的 不是董事长谁派的 董事长是我们派的 你们派的你不管 可以这样子吗 这不是管与不管的问题啊 就是说 我们站在一个立场 就是说 怎么会融电老是老出事了 为什么老是 你说看到民营 政府工程也好 老是一大堆人的澄清 说什么大包小包领不到钱 大包又倒了 大包又跑了 大包又纠纷 这东西可不可以哪一天 不要再发生了 至少在政府可以影响 或政府可以主导 这样的转投资事业里面 不要再发生了嘛 不然你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我们刚刚这样算算 本来就不应该让 本来就算出来 你们38台电百分之十 十二 那个中华邮政百分之六 我现在还没算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政府持股百分之三十几 然后这个中华电信转投资出去的 那你这个38再加上这个台电的十二 也百分之五十了 那结果我们政府束手无策 让他这样搞 我觉得其实这是第一个不对之一 第二个 因为工程的延宕 造成那个营区啊 那个地方没有门禁 过去的供铁案 就是这样发生的啊 因为没有办法门禁啊 所以他携带这个水分铁 携带这个东西 撕掉就出去了 那这个东西 这个缺口你堵得住吗 所以我觉得其实 一方面 这个工程款也弄了纠纷 一方面造成国安大漏洞 这搞什么啦 他还没有完工 那边没有什么机密啦 还没有完工 没有完工 你让有些搬进去的单位 像空军总部搬进去的单位 没有没有都没有搬进去啊 今年就要搬进去了 空军总部是空军总部是 两个人在一起 我的意思是说 将来新搬进去 国防部也要延宕两年 也要延宕两年 本来说今年要搬进去了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是 我的意思是空军总部那边 就是因为要搬进去 有一个门禁 没有门禁的问题 会造成机密外泄嘛 那你这国防部这个部分 一方面施工 那如果说 我也是鼓励他们 我也是赞成他们不要搬进去了 因为这样子就没有办法维持整个 整个办公场所也好 或是整个机关里面的一个 因为没有门禁就没有 银舍的也好 就没有办法来处理嘛 他的使用执照没有获得之前 照理讲他不能够搬进去 对啊 这是这样子啊 可是事实上常常有些问题 所以使用执照没有申请获得 他是没有办法搬的啦 嗯 对啦 但是我们觉得其实如果说 银舍跟银舍之间 机关跟机关之间 或是说同一个机关里面 不同部门之间 哪些部分已经好了 他要先搬 哪些东西部分没有好的 他就还没有搬 还在施工 这进进出出之间 就造成一个困扰 这个这个应该不至于这样子 也不应该这样子 不应该这样产生 他是整体性 以基地的整体性来考量的 是 另外一个问题 刚延续刚刚所提的 我们想了解 武林农场 武林农场是完全是退辅会所属的 没有 里面包含三个单位 例如 林务局 还有那个雪霸 国家管理工员处 雪霸国家工员管理处 对 嗯 是不是 但是在武林农场退辅会的部分 这一次由于这个游客 因为主要是大家去赏音嘛 你造成什么交通的问题 有没有办法解决 警官维持不义的问题 甚至被破坏的问题 你有没有办法解决 啊 跟委员报告 这一次啊 本来对武林农场 我们老早已经有准备了 准备 而且在开始之前 准备好了 对 多准备好了 结果又搞砸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媒体啊 媒体的报导 意思在报导到 成天上万的人上去 太旺了也不行 这不可能嘛 那个地区的容量就那么一点点大 可是上去的人太多 事情出现出现出发生了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警官有没有办法复救 复原 要花时间 多久 估计起来 估计了 这个 短折多久 这东西国防机密吗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要跟 专业的人才能跟你讲吗 我随便讲的话 事情发生了多久 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们 像那些草地的压坏啊 那个东西大概是很快就复原了 一个是 花木啊 警官啊 花木都很简单 但是唯独树比较麻烦 因为树 你把它截斥掉了 是多年生的 要长很难 截之类 对啊 被树 被折断的那些啊 你要它再去恢复那个啊 那要花一两年以上的 树是多年生的啦 没有办法那么快 那是没办法 树没有那么快 一般的 很严重吗 树很严重吗 没有 就只有一两树 被相关的油 好 折掉了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怎么亡羊不老 第一个是怎么样复原嘛 第二个怎么亡羊不老 有没有学到教训将来怎么做 对 因为针对这一次的上去的人太多 现在我们已经跟雪霸 林务局 还有台中市的警察局 公务局啊 大家都在开会研究了 因为真正会影响的 大概就这几天 樱花赏樱的季节这几天 对 其他的时间啊 都还好 都不会有这么高了 那以后是不是说 没有定案之前啊 大家可以研究 你譬如讲 譬如讲了 你有没有办法解决 再段樱花季 这一两个礼拜的问题吗 对 譬如讲说 我那段时间 我就限制住宿的人才能去 用住宿的总量管制 第一个 把它管制在那边 车辆才进得去的 那你其他的 单日的游客 原则上不让他车子开进去 那你就要接驳了 接驳 那思源崖口那附近 到那边好像是两 一公里多 到五临 三公里 十公里 十公里 从思源崖口那个地方 一上过思源崖口 左边啊 一片的那个 等于是现在都是我们的 保育的一块地在那 可以做临时的一个接拨停车场 那很大 那是辅导会的地 是 管制的地 我的意思是说 有没有办法 你跟大家承诺一下 明年 花季 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 包围啊 我这 我这 你们现在不是开会吗 对啊 连这个塞车洞也都处理不好 你怎么处理这么多 退凶 退一弟兄 退除一官兵的事情 包围啊 这小事呢 这不是小事 这大事耶 我我跟你答应 万一 明年上去两万个人 我怎么办 那一年处理不好 不是处理不好 那你们怎么管制的 他的大只能机上去吗 不不 这个就是什么 老百姓 我们的百姓 大家体不体量 要不要去挤那个热 你们有没有决心做好 有没有办法管制 路就只有一条 他会带兵打进去吗 我 我 你那在讲什么了 不 委员 你话不是这样讲 你就把他管制起来啊 好 我像你说 像我们讲说 晚上管制 白天管制了 他晚上给你跑上去 怎么办 晚上跑上去 带着不下来了 对啊 他就住在车上啊 你这次就是有啊 那你们要克服啊 我跟委员报告 这四天放假 他每天早上给我一个电话 嗯 为什么 就是看怎么管制这些人 里面的情形状况怎么样 今天我们的中央部会 退伏会告诉我们 这个武林农场的一条路 管制不起来 不 我 在几天啊 我不是叫你全年都管制了 我知道 那几天我绝对管制 对 我绝对管制起来 那你 你就 但是呢 会产生 大家都走了 不会 会产生民怨 因为上不去的人 他一定要抱怨 报纸上一灯 某某人又在抱怨 我请问你 那你就干脆去问台北市政府 你那杨明山花季都可以管制 我知道啊 啊 你们这个东西 台北市 台北市两百多万人口 像新北市三百多万人口 那还有加上外地 外地要去的 那不是跟阳明山的住户 又更复杂 那边还有大学 又有学校 又有高中 又有 你这样都可以管制 阳明山上山花季的管制期啊 它是一个常态了 每个人都已经习惯 我们就要学啊 所以我们就要管啊 所以我跟委员讲 我决定管制 连保证都保证不了 明天 明天不要再发生这种 警官被破坏 然后这个东西 那你们 你们那么三个单位 在干什么 我跟委员讲 绝对跟你做好就对了 就是要你这句话吗 我绝对做好就对了 但是会有一些民怨责任 会有一些民怨责任 我不流行提这个 但是你要做好了 是我知道 OK 谢谢 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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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对了